认识到领证就十天 这中间到底见过几次面 见了第五次是名证局吗 领证 那就等于四次嘛 第一次是吃三恩医院 对 然后第二次是三天坐吧 我健身还来找我 哦 那可以了 知道了 懂了 哦 懂了懂了懂了 好 好 健身去找他 第三次骑马 骑马 那次吗 嗯 就那次 对 就上山嘛 山山去马场 第四次是 他如果送 就是送那个巧克力一次吧 我去拿了巧克力 他家门口去拿巧克力 对 然后第五次就领证嘛 啊对 马铃奥就是像他吧 啊 就是像他吧 太会了 一步一步的 爸爸爱你 但是真的就是俊颜 我我先跳过你的想法 你家里人不会觉得 这也太突然了吗 但是当时我们家人不知道呀 那领完证 你你你爸就家里人不会 领完证是账子流程啊 啊 是我先叫 因为我爸他们老催婚嘛 然后我就叫他们吃个饭 我说好 今天就带你们见我男朋友 我爸他们说啊 然后我说反正发发他们地址 好就去这就行了啊 然后他们就去了 去完之后就见了一下他 我就带着他 然后第二天就说我们结婚了 对没有 然后家里面就要我们有那个请媒人 然后他们家就要请媒人来走那个订婚的流程 你们这流程也太流程了 啊 那我不能说我已经跟他领证了 那个不能说我偷的户口本 我咋说吗 那就回到你偷户口本这件事情了 你什么就是想法或者我就必须嫁这个男人啊 就必须就现在我偷户口本我也要嫁这个男人 maybe you know muscle muscle man 没有没有 我那会儿没有说喜欢这种 而且他那会儿也不是照片上那一种 嗯就反正我这个人性格可能 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 伴帅比较利索那种 叛逆 没有没有叛逆 我觉得缘分就到了 有几个女生你说你敢不敢嫁给我 然后那个女的也会说敢 再再再第几次 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缘分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说他健身 然后就是他这个健身 他持续时间特别长 当时有十年 他跟我说了吗 十年 然后看他那个肌肉也不是一天能练出来的 还是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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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点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律 我认识他那会儿已经没有是照片那种了 腹肌至少没有了 也还行 也还行 脖褲肌肉的 但点真的不是肌肉 再一个就是他说他喜欢骑马这个羊马 因为羊马呀这种爱马的人 他心地特别善良 然后呢他要有足够的耐心 你去要驯马这些嘛 这个是我们是了解的 所以他一说这个就觉得他又特别阳光 阳光 好 第四次剪台那次会对你有触动吗 然后就刁羊的时候 第三次 对对 第四次 可以 就这么几次还记不清楚啊 时间太久了 这个都 不能见太多还怕记不清楚 五次之内就赶紧结了吧 五次他说什么你就信啊 不是 其实乌鲁木齐很小 就是家里派一个名人去 然后一打听看原来都认识 就是我们的圈特别小 对 圈很小 就是也要如果找一个合适的 就是也比较难 真的比较难 但马阳你是怎么就会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对的呢 我当时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第一天那个吃饭他疯狂怼我那种 哦 你喜欢被怼的 然后我觉得他特别搞笑 我觉得 就是可笑的 因为他急性 我感觉他缺帅 我点的这个他也不愿意 弄的这个也不愿意 这两个真的好玩 他们两个人来特别有趣 然后又说我网民 我就特别讨厌男生这种 就是从上到下 他喜欢这样 从上到下 我特别不太喜欢人这样 我觉得特别不尊重 可能他觉得他自己特别帅 我一般嘛 然后我就坐那 长得帅又怎么样嘛 没有实质性的 我觉得也没啥 然后他就分肯吐槽我嘛 就是加个微信一看我网民 我那会网民就要硬汉 我头土啊 好硬 然后这个 谢谢我 这当面吐槽 这不是他要吐槽你哦 全中国人民都要吐槽你了 我说你找我硬汉 我说你名字太吐了吧 他找一个硬汉Max 鸡腿清楚 我说你疯狂Max吗 就那个电影那个吗 哈喽 硬汉Max 你不觉得是名字真的挺抓的吗 硬汉Max 但马阳你就是那种 就是平时可能女孩子都对你比较好 是不是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疯狂吐槽 你就觉得哇他好特别 特别真实 特别有趣啊 你就觉得他就是有趣啊 就不不装嘛 不做做那种 想说什么啪啪啪说完那种 还特别有意思 然后一聊聊聊 就最后就说 哎我要我们去结婚吧 然后一说他哎那可以走 你看这真假的 然后然后第二天就就就见面了 我们就去了 他被吓到了 哈哈哈哈 没事 那会就是哇你真来了 哈哈哈 然后然后就结了 就那一刻啊 就那一瞬间 那我觉得马阳就是每一次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都比俊远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他其实是 他其实内心是浪漫的 就是不愿意表达而已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缘分吧 就是很少能碰到这么合适的 你知道吧 啊 哎 杏泽你这边也是 你是 看上了邝胜哪一点 或者他哪个特质 让你觉得 就是他了 除了刚才我们在片子里看的 那个说他细心啊 因为我 我挺喜欢通过宠物 来判断一个人的 嗯 就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嗯 我妈妈将养了一只狗 然后当时邝胜开了 他的新车来找我 那个小狗就在那窗子上面不停地抓 啊 邝胜是真的全程没有一点不高兴 而且那个时候只是我们认识没有谈恋爱 就可能互相有好感的一个阶段 他人家会演啊能不高兴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是演不出来的 因为我我之前还是接触过一些 就是就是感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家狗跟他走 我喊不回头 他口袋里可能藏了牛肉干啊 哈哈哈哈 藏了狗 感觉你们是我女儿 我都好担心 哈哈哈哈 幸亏是两个儿子也不用担心 哈哈哈哈 巧儿你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你觉得嗯 小春哥会是一个好爸爸 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应该是我孩子的爸爸 也没有什么时刻 但是他也是一个孝顺的男孩 因为他也是附魔 我觉得人生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 那可能没有我这边的这么健全 然后就年纪轻的时候 没有好好地去珍惜自己的感情啊什么的 所以到年纪到了时候 我跟你讲 他就自己就整个人就豁然开展 就知道他要干嘛 然后他就会想要定下来 那我看到他想要定下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这种男的就没问题了嘛 对啊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对不对 我就觉得哎 这种我是可以的 因为我我长大是我父母是离婚了的 然后我是跟我爸爸长大 然后我也是亲眼 就是我的几篇的一些回忆 对于我爸爸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吵架的时候 心里就一直在想着 我如果有一天结婚了 我一定不要理 所以我要很深重地选择 考虑情绪 然后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我要找一个好妈妈 一个对孩子会负责人的 你跟一个人相处 包括他会对他现在的朋友 他现在的工作人员 他对他的父母是怎么样 以后如果他有孩子 他会是什么样的妈妈 我觉得你会有一个感觉 不是某一件事情让我觉得 那你就是对了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累积 我觉得谈恋爱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看看 我这个人是不是要走一辈子的 嗯 我们是要先 啊 那 你们你们可能是有点 还在外面这个 一般谈恋爱就是为了 就接触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可以跟这个人 一辈子走在一起 所以心里会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名单 我觉得 接触的过程中 就感受到了 他就是对了 慧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因为他 我不是说他特别喜欢猫吗 他每待过的一个小区里面的 每一只流浪猫 他都认识 而且他去到哪儿 他都会带这种猫粮 猫罐头 猫的什么火腿肠什么的 就是有的时候 他去帮流浪猫 收拾他的猫窝什么 然后钉的满腿都是那个包 我就说为什么 但是我就是 虽然不是能够百分之百理解 但是我非常尊重他们 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 非常有爱心的 我觉得刚才程轩说的特别对 谈恋爱的时候多相处 就算是像军妍这样子 就是你也要有真的判断的事情 让你有你思考过判断的部分 能合适咱们往下走 我觉得不是我想要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一定要想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然后找到那个对象以后 是一定要沟通 你的摄像出来的生活是怎么样 一起沟通起来看看 这对方也愿不愿意 对 如果不合适 你不用硬把自己改 或者硬试着把这个人改 我觉得得找到那个对的人 就是一定要等到那个对的时候 然后女生就是嫁给了以后 也不要太放弃自己的一切的生活 为了这个家庭 我觉得永远会需要让这个男生 觉得有多少的一点危机感 我没有你我也可以好好的 我觉得程轩说的特别好 不是说为了让男的有危机感 而有这种想法 而就本身就应该有这种想法 其实这个世界上 我其实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但有你能更好 对 是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好男人还是有的 还是不少的 对不对 对 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用 开放一点的眼光去看 对不对 玛丽奥要回新疆了 你舍得三十吧 玛丽奥 你舍得啊 你不舍得吗 走吧 那你以后邀请玛丽奥 来我们家玩好不好 好舒服 好 你也舍不得 翻写 我 你舍不得玛丽奥 你舍不得玛丽奥吗 我真的有点想你了 好厉害 今年一路回发 好 这是什么 没关系 翻写孔我觉得会可爱 好 很疼吗 你舍不去换马呀 我还要去换 起划 叔叔到时候给你 给一匹马啊 哈哈哈 大理大理 哈哈 走爷爷的路线是吧 哈哈哈 然后你给他提个名字好不好 以后来的就是你的马 你骑好不好 三马 可以吗 我给他买的 给三心买一匹新的马 你有钱吗 可以啊 好大方啊 好 谢谢 哇 哇 好 无意 无意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